自從內地推出多項措施撐防企 以及防疫放鬆 股及港股氣氛轉好 刺激交投向上 港交所11月日 均成交額為1404億元 按月升34% 按年升7% 10月日均成交額為1046億元 較9月底升13% 即日均成交額自10月以有所增加 隨著交投回升 港交所0388可受惠 回顧港交所第三季度營運表現 當時利潤較2021年同期下降30%至22.6億元 因恒生指數於第三季度暴跌21.2% 為2011年同期以來的最大跌幅 亦令交投大幅萎縮 第三季股票市場的平均 每日成交額較2021年同期減少41%至976億元 由於交易 新股市場和投資收入萎縮 港交所盈利大幅下滑 為連續第六個季度業績下滑 但隨著現時市況從低位反彈 相信最壞情況有機會已過去 另外中國內地及香港監管機構公佈 擴大互心港通合資格股票範圍 包括在港主要上市內國公司 港股通的標的範圍調整為 在現行港股通股票標的基礎上 納入行生綜合指數內符合有關條件的 在港主要上市外國公司股票 即屬於行生綜合大型股指數 行生綜合中型股指數 市值50億元 及以上的行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份股的 在港主要上市外國公司 根據現行規定納入港股通 將互港通下港股通標的範圍 擴大至與深港通下 港股通一致 即互港通下 港股通納入市值50億元 及以上的行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份股 擴大股票互聯互通標的範圍 長遠可提升港交所成交量及競爭力